在福岛核事故当中,冷却水是直接接触了核燃料,因此会产生许多种的核素,包括有毒的布。 那么正常的核电站在运行过程中不会直接接触核燃料,其中采取了很多屏蔽和隔离的措施。 因此,正常核废水是不含这些除了川以外的核素的。 日本政府多次宣称,排污入海方案得到了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支持,专家表示事实并非如此。 日本反复声称,它的排海方案得到了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支持,但这不是事实。 首先,国际原子能机构现在还在对日本的核污染水排海的方案进行一个持续的审查和评估,没有得出最终的结论。 反而在前几次报告中指出,日本的排海方案存在有诸多的问题需要改正。 第二,国际原子能机构也对日方提供的有关排海方案的数据的可靠性、准确性等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 这些都需要日方进行认真的回应,日方不能片面的解读国际原子能机构有关的专家报告,或者说评估报告,特别是不能故意拿所谓的报告来为自己的排污入海的方案背书。 专家还表示,日本在国际原子能机构还没有完成对其排海方案的评估的时候,就单方面宣布核污染水排海的决定,并不断推进排海设施建设。 这种做法极不负责,也是不可接受的。 格4194年